各位觀眾朋友 目前中天中視新聞團隊 就在機場的現場 你可以看到很多人 因為雙台夾機影響之下 旅程 航班都受到取消跟延誤 傳出將近500位的機組人員 臨時起了颱風架 造成了42個航班 是臨時的取消 而且有將近萬人 這樣子旅客都受到了影響 不過就在此時此刻 傳出颱風震大的時候 基隆市長林用昌 人卻不在國內 就在剛剛才緊急的趕回了台灣 來聽一下他的最新說法 現在有市民說市長常常出國 你怎麼看 我想當然是 也有新人會借這個機會 來做渲染 我想這個也不是第一次了 基隆這一次 因為不是首當其衝 所以其實我們災情的狀況 我都有所掌握 也蠻零星的 那比較嚴重的是 丁內陸這邊 有一個土石的一個攤坊 不過也在今天的清晨 也都清理完畢 那也都順利 通車交通也 完全沒有任何的一個疑慮 不過我想我剛回來 我還是會過去看一下 好的針對外界 質疑 為什麼這兩次颱風來 基隆市長林用昌 人都不在國內 他表示這是既定的行程 也說不是出去玩 不過目前最新的颱風動態 還是要告訴大家 由於這個海棠颱風 還在持續禁閉當中 所以還是要特別提醒大家 要提高警覺 做好防臺準備 這雙臺影響之下 台灣很多地方 恐怕還是會有災情傳出 也提醒您特別留意 以上目前現場最新狀況 先把時間交換鋒內 OK